Hello, 今次3個晚上想和大家一起做這個港式排包 我們所需要的用具有Rolling Pin 和一個蛋糕帽 我今次選用的蛋糕帽就是8吋x8吋的方形蛋糕帽 而另外就是一個甜麵糰 麵糰是靜止當中 等它靜止完畢就可以開始造型了 麵糰是靜止完畢 我們將它鋼長 在中間, 向下, 向上這樣說就可以了 今次我希望做到那個排包出來的形狀 就是這裡會是闊一點的 就是會在中間高一點 所以我希望我的麵糰現在就是這裡闊一點 這裡就是窄一點 待會卷起之後 我會輕輕在兩邊 即兩旁就是擀一擀 擀一擀尖 這樣出來我就會覺得 這個形狀會比較好看一點 排走旁邊的Bubbles 翻轉它 如果你想你的排包裡面 有一些其他餡料 那你現在在這個步驟 就可以加在裡面了 但我就打算這樣做一個很基本的排包 那我就不放餡料了 嘗試一下輕輕捲起來 在這裏 在這裏拉拉 薄它 方便收口 就是 我剛才說了 我希望我的排包中間會是高一點的 所以我就會想這裡 這裡中間會比較闊一點 兩旁就想它是 尖一點 在這裏面 我會現在把主力在兩旁 塗一下 沾一下 然後沾一下 我已經做了一條 OK 我們再試一條 在麵糰上灑少許高筋麵粉 在中間 向下 向上 這個麵糰比較大 好像是106g 排走旁邊的空氣 所以我這次不是要把它擀成長方形 是一個很長的橢圓 因為我想它中間闊一點 兩頭比較尖 嘗試一下捲下來 你放食材就現在放了 不放就這樣捲起來 好像我這樣 收口 甜麵糰通常都很好搓 而且造型方面都會比較容易 因為材料方面 我們將它兩邊搓 搓一搓 讓它兩邊沾一點 中間闊身 收口向下 好 好 等三個包完成之後 再和大家分享 所有造型已經完成了 現在就等它進行最後發酵 等它發酵完之後再和大家分享 最後發酵已經完成了 我通常都會習慣在手指這裡 放少許高筋麵粉 然後輕輕按入麵糰 可以看到麵糰微微彈起來 即是說這個最後發酵已經完成了 這樣就會是和它塗上一個蛋漿 通常港式排包 通常都是會上蛋漿 很少上鮮奶 又或者是灑上高筋麵粉 我已經預熱了焗爐至175度 我想大概焗15分鐘 因為這個配方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試做的 我預計15分鐘 待會焗了多少分鐘 再和大家分享 還有這個是一個高糖份的麵糰 所以都要軟 到尾那幾分鐘都要看緊它 因為都怕它容易搶火 因為它這個配方裡面有煉奶 還有很多糖在一邊 如果你看扭眼的話 就很容易焗到焦了 現在我先和它們進爐 港式排包出爐了 最後用了175度 焗大概15分鐘 現在成品是非常熱的 等它涼透一下 再和大家分享 成品已經完全涼透 讓大家看看 烘焙後 出爐後就是這樣 我其實最想給大家看 就是它的側面 因為傳統的港式排包 它的造型就是這樣 中間是高身 而兩旁就是沾沾的 成了一個拱形 這是傳統港式排包的造型 就是這樣 在和大家分享成品之前 先和大家說幾個重點 首先這個 我用的是湯種甜麵糰 因為最傳統的排包 它都一定是一個甜麵糰 如果你說你不想用甜麵糰 的話 其實就沒有了一個排包或特色 或者你說 我只想用這個造型 只想用這個造型都可以 那就變成任何一個配方都可以了 如果你想吃到很像港式排包的那個味道 那一定是一個甜麵糰 問題就是甜麵糰裡面的配方 每一家每一戶的配方都會不同 但是一定是一個甜麵糰 另外在造型方面 剛才也說過 傳統的排包造型一定是這樣的 這裡是高身 而兩旁是沾沾的 造型出來 就會整個是一個拱形 很漂亮的 如果你想做到這個造型的話 我們只要在 我們在幹平的麵糰的時候 我們就幹一個很長的橢圓形 又或者好像一個舌頭狀 兩旁是闊闊 兩頭是沾沾的 我們在幹平的時候 幹平之後 我們把它捲起來 捲起來 捲完之後 我們可以再把兩頭搓沾 搓到沾沾的 讓它中間的部分 肥沾沾 這樣就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OK 另外 我們幹長的 所以我們搓長的麵糰 大概有多長呢 我剛才的模具 它是20cm x 20cm 所以我每一條的麵糰 就是短一點 就是18cm 令到它有少許兩旁 有少許空間 讓它膨脹 我們這樣排的時候 排密一點都沒有所謂 你看我其實沒有空位 空位是這裡 但每一條之間 我是沒有空位的 其實這個是對的 因為我們特意令到它 可以把麵糰全部向上升 這樣就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OK 記住 我們可以這樣排密它 排的時候 我們就讓這裡兩旁 落少許位就可以了 講多一次的尺寸 給大家參考 沒有20cm 我這個麵糰的長度 大概每一條是18cm長的 這是給大家參考的 另外就是 如果你想整體出來的效果更漂亮 整個整個漂亮的 你盡量記住 我們每一條的麵糰的長度 和闊度是一致 我們盡量做 因為這些是手作的 每一條做的時候 都會有少許分別 就是每條都差少許 我們盡量把每一條的闊度 和長度是一致的 我們出來的整體 整體出來的效果就會漂亮 另外在餡料方面 其實傳統排包 很少放入餡料 小時候吃的排包 是沒有餡料在裡面的 就是只有甜甜的味道 不過就覺得它很好吃 已經很好吃了 因為其實有很多糖 有很多糖分 我想加一些餡料在裡面 也可以的 我們什麼時候加呢 你就在乾平麵糰之後 就放上去 放好之後 把麵糰捲起來 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你放 如果你放肩果 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放乾果 都沒有問題 更加方便一點 也不需要浸泡 因為所有的乾果 就是放在麵糰裡面 一定不會外露出來的 所以不浸泡過水 都可以的 沒有問題 另外在模具方面 我覺得如果你想做到這個造型的話 有模具是必要的 就是必定有模具 而選模具的時候 我們盡量選一些比較高 例如剛才我用的這一款 這裏 這裏大概有7cm高 這裏 這裏可以 又或者用我的配方 用兩個這些 這裏大概有7cm 我便不建議用這裏 這裏的高度只有5cm 如果你是把麵糰 用這個模具的話 你把麵糰一條條排出來 其量都可能只做到麵包條 就不像排包的造型 所以我們選擇模具的時候 都要留意 要選擇適合的造型 所以我便會建議大家 用一個比較高身的模具 就會更好 另外就是 在裝飾方面 排包很簡單 可以說是一定的 就是上蛋漿 你很少在街上看到 如果你想做到港式排包 在街上賣 很少用高筋麵粉 又或者是 茶鮮奶 通常都是凌凌的 就是上蛋漿的 另外就是提醒大家 因為如果你做真正 這是一個甜麵糰的排包 就要留意我們焗的時候 要看看火 特別是尾段 因為甜麵糰比較容易搶火 加上我這次的配方 也有一點點連累 所以 到尾了幾分鐘 我都會在焗爐旁邊 看緊它 如果你的爐溫是較高的 即是焗爐的 一向的溫度比較高 我建議 你焗到10分鐘之後 你就索性跟它上一上石紙 都可以 其實你在尾段總之留意 你不要看著路 你走出去 因為都比較容易搶火 你過了時間 整個就焦了 那就浪費了 OK 好 還有就是 我這次的配方 比較多材料 有這個 這個 這個 有這個 sorry 有這個 這個 忘記了 有煉奶 有煉奶 有wiping cream 其實我的目的就是 想它更加好吃 當然 會比較 就是 比較高熱量 但是 偶然一次 我覺得OK的 好 也會有 另外 還是很刻意 加了一個 雞蛋黃 加了一個蛋黃 其實我的目的就是 想它 顏色是黃一點 還有 我這次刻意用了黃糖 我想它的顏色出來 好看一點 有些食譜 我見過 我就是加一些吉士粉 我不想 我索性不如加一個蛋黃 額外加多了一個蛋黃 讓它的效果會更好 如果你覺得 這樣做很麻煩 其實你可以用一個 很基本的甜麵糰 都OK的 其實沒什麼所謂 只不過 是我想令到成品更加 好吃 好吃一點 而且更好 好 我想告訴大家 我這次的配方 麵糰的總重量 就是640克 而我用的模具 就是8吋x8吋 為什麼要提供給大家 刻意告訴大家 因為其實 如果你不是用我這個配方 你想用自己的配方 我想提醒大家 麵糰的重量 和模具的尺寸 要很配合 否則 如果你的麵糰或模具 是太小 或者太大 出來的效果 都不漂亮的 如果你的麵糰 就是你的模具太大 你的麵糰的重量 是不夠的話 那你捉不到那個麵糰上去 你做不到這個效果 又或者你的麵糰是太大 你的模具太小的話 你可能這些位置 就會有 某一兩條 就會突然間 走上來 每一條都不得平均 但我自己覺得 今次我自己這個 模具和配方 那個麵糰的重量 我就覺得OK 再提大家多一次 就是我用的模具 整個麵糰的重量 是640g 640g 對 就是那個 尺寸和重量 是給大家參考的 那 要講的就是這麼多 應該都夠了 我們看看成品是怎樣 那我們就把它 就是 排包很少說要切 當然要撕開它 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首先 這個湯種的麵糰 一定是很軟熟的 OK 看到了 這樣就把它撕開 看看是怎樣的 也會有拉絲的效果 因為我有一些 霜霜在這裡 雖然不是很多 但是 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而且我是用鮮奶的 你看我的組織 是很細密的 很漂亮的 OK 那 所以 希望大家 試一試 這個配方 都可以的 我覺得應該都好吃 那 你可以最重要看到 形狀 排包一定是 中間高一點 兩旁是尖鮮的 否則 那個就不可以說是一個排包 好 好了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 提醒大家 排包的熱量真的很高 如果你說 看營養師提供的資料 就是 如果你在街買的 基本的港式排包 一包通常有五塊 那 如果你吃完五塊的話 你就不要以為 沒什麼 OK 就是一個甜麵包 所以原來 營養師告訴我們 就是 如果你五塊的 排包 港式排包 是等於一碟 乾炒牛海的熱量 因為其實 排包的熱量真的很高 那 雖然這次介紹大家 做排包 但是 當然不是叫我們一次過 吃完 你問三五貓 吃不吃 三五貓都會吃的 但是其實很老實 我可以很老實告訴大家 我也不會吃完一塊 可能吃一半 一半塊 如果你想健康一點的話 不過我覺得 因為真的很好吃 一定好吃 它夠甜 我覺得偶然一兩次 都沒什麼所謂 OK 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三個媽媽 分享 如果有興趣 有時間的 不妨試一下吧 拜拜